聲音OK嗎 聲音試一下好了 Test 1 2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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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你們兩個會背這個小包包嗎 會不會覺得好像裝不了包子 不會啊 就像我說的 有時候包包不一定是要拿來裝東西 它其實更像是一個時尚單品 在你身上的一個小裝飾 會包色 包色喔 以我待人的這個四年的這個經驗 其實你不用包它都全部都會送到你家 我會因為我自己就是 還是常常會有Viligo的東西 AirPods啊 耳機啊 手機啊 這些東西 所以一個方便的包包對我來講 很重要的出門 剛剛有時候很喜歡陪女生逛街 我嗎 有嗎 我很常陪我媽媽逛街 為什麼講的這麼奇怪 那你會推薦你就是比方說身邊的女性 我的女朋友會開這個包 因為它其實有些包管蠻中性的 如果幫女生背的話 其實就比較不會 其實女生 幫女生背 有些男生會幫女生禮貌性的背包包 我 我沒有 你不會對不對 我老公也不會 就是如果你拿重物我可以 可是如果是女生的小包包就是 嗯 我老公也不行 他也沒辦法接受 對 我自己也不喜歡把我的背包交給別人 背 除非工作 對 比如說工作 然後我要上台幹嘛 我的包包可能請同事幫忙 對吧 是 好喔 我是不是很好 謝謝謝謝 嗯 還要沒有問題啊 沒有了 OK 好啊 沒有了齁 就這樣子啊 好啊 我是有去生小孩嗎 生小孩對不對 輪到我了是不是 對 有 我覺得一切都是緣分 我有陪Selena生產 喔 我以為 今天 我沒有去生 你想說你以為我剛生完嗎 我想說 金寶已經六歲了大哥 而且我不想算生第二胎 沒有啦 就是 你可能沒有在看新聞 我想說你 我以為他這樣講是 你現在可能正在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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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認真情你放心 我就是真的去陪Selena生小孩 而且這一切真的就是 就是那麼剛好的緣分 時間上就是有遇到 然後我也是這樣親眼見證 覺得 哇 生命的奇蹟 而且其實我在看 Selena這樣子努力的過程 真的非常感動 因為你有多了解她 你就會知道她的那份 努力是多麼的不容易 然後看著她的人生經歷過這一切 真的覺得 哇 生命就是個奇蹟 當下三個人是不是 都有點淚流滿面 就很感動很激動 但是我覺得 Selena真的有說到 她想要做的那個優雅生產的那一部分 所以今天呢 我也會保持一個優雅的訪問 不輕易抱走 謝謝 尤其是那個人 不要給我亂問問題就可以了 那我也拿著iPhone的大哥 所以小妖果真的對媽媽很好嗎 我覺得她算是很貼心的耶 小孩耶 真的 我的感覺啦 嗯 所以那時候有就是 小妖果以前住保溫箱 那時候狀況大概怎麼樣 其實因為我也有 我兒子其實剛出生的時候 也有類似的問題 他也是住在保溫箱 然後帶著那個呼吸器嘛這樣 然後我就跟老婆就說 其實就是不用擔心 交給專業的人就好 那她當然 那自己的小孩生為母親 就是會有各種擔心這樣 可是就一直跟她經驗分享 叫她要相信生命的力量 要相信小妖果她可以 不過之前是不是有在Podcast上講說 之前Selina好像忘了 要忘了邀請你們 唉 人家說遺孕傻三年嘛 她這種狀況我能理解啊 畢竟我也是到第六年以後 才開始清醒 然後 可是因為她真的沒有開口說 我們當初也沒有特別的問 然後也不知道她到底想要 選擇什麼樣子的方式 那既然就是剛好那天聊到 然後她自以為她腰了嘛 結果沒想到她根本就是忘了 喔還好 還好我們有錄那幾個Podcast 要不然我們不一定拿得到錄場圈 所以之後都會一直錄下去嗎 這個節目 喔 那個 她自己會搞定 我們這個就是比較特別的一個企劃 然後也很感謝她邀請我們兩個一起去做這件事 Anything else?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